大家好 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川普如期提高了对中共的关税 把这个关税从过去的10%提高到25% 第二个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湾保证法 这两个举处都是对中共的一个重大打击 一个是从经济上打击中共 让它资源枯竭 一个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围堵中共 让他们不能够对外动武 不能够转移矛盾 所以加关税这件事情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那今天主要来讲一讲是台湾保证法 前天我在视频中讲到 中共为了应对经济崩溃 为了在经济崩溃之后还能够保住政权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走北韩道路 要进行军管 实行经济上配给制 习近平要学北韩 学金正恩 那他就要完全掌握军队 要想完全掌握军队啊 那就一定要进行一场对外战争 对外战争 他不可能的打别的国家 唯一的对象一定是台湾 所以说我就建议台湾的人民呢 现在一定要把安全防卫放在第一位 不能听信那些亲共的那些政客的忽悠啊 为了所谓的发大财忽视了台湾的危险 那我告诉大家 现在啊 除了台湾的这个亲共政客之外 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政界 他们都看到了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尤其是美国啊 美国的那些政治人物 他们不仅仅看到了对台湾的威胁 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 昨天呢 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方案 叫做台湾保证法 这个法保证法呀 是全票通过的 也就是说啊 美国无论是他是共和党的 还是民主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现在都认为中共有侵犯台湾的危险 都要明确的告诉中共 美国要全面的加强和台湾的这种关系 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 美国一定会采取手段来防卫台湾 过去呢 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 那中共一直对这个关系法 有很大意见 这个台湾关系法规定 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卫性的武器 那么美国和台湾之间呢 还可以用这个非官方的交流 那就这么一个方案 这么弱的一个方案 法案呢 这个中共已经反对了40年 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了 那么现在这个台湾保证法一出台 那比那个台湾关系法厉害多了 它几乎啊 就是专门用来整治中共的 就是用来 故意用来欺死中共的 中共你不是反对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吗 这个法案 保证法 它不仅要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 而且呢 还要均够常态化 也就是说要不停的 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 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 光出售武器还不行 还要向台湾呢 派驻高级的将领 还要和台湾的军队进行联合的训练 联合演习 这就是明确的警告中共 别想武统台湾了 你如果武统台湾 美国一定会军事介入 中共呢 过去一直在想从经济上统战台湾 亲共的政客也一直说 我们离了中国 发展不了经济 那这个法案呢 就是要加强美国和台湾的经济联系 他要跟台湾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呢 台湾就可以不再依靠大陆的市场了 而是跟美国形成一个互利互惠的这种市场 台湾经济就可以有长足的发展 中共一直在过去啊 这个是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收买台湾的那些跟台湾建交的国家 阻绕啊 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这个法案呢 就是要求美国要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比如说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啊 国际刑警组织啊 甚至是还要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这个法案呢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付诸实施啊 现在啊 只是众议院通过了 那参议院还要通过 然后还要有总统批准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是众议院 一个在众议院呢 全票通过的法案 那在参议院一定通得过 那而且呢 这个如果是民主党的 那些过去一直搞绥靖政策的民主党 他们都通过了 那川普总统那一定会通过 当然会一定会通过 这就是台湾的福音 当然也是大陆人民的福音 因为啊 你凡是不利于中共统治的 那就一定有利于台湾 一定有利于中国大陆的人民 在历史上啊 美国对中共啊 有很多误判啊 对中国的政策啊 也错了很多 比如说啊 在194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苏联支持中共 打内战 给了中共很多武器 还把大批的 这个日本的战俘啊 关中军啊 改编成中共的军队 那这个时候呢 美国 他犯了错误 他拒绝帮助蒋介石啊 加强军备 他们认为啊 中共是要搞民主的 蒋介石是搞独裁的 结果呢 中共打败了蒋介石之后啊 马上就跟美国翻脸 这个时候啊 美国才意识到上当了 这个时候 他们才出兵了 协防台湾 但是整个大陆 已经淋陷了 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已经落入了 共产党的手中 这个实质性的损害 那个时候就已经造成了 因为中共夺取了政权 所以后来啊 才有韩战啊 才有这个越战 没有中共的支持 韩战打得起来吗 越战打得起来吗 美国人自己啊 也是吃了很大的亏 美国人吃了这个亏啊 但是呢 不是一次就接受教训了啊 所以到了七十年代 又跟中共啊 重新和好了 当然有人说啊 这是美国为了拉拢中共啊 那个签字苏联 但是八九六四年之后啊 这个中共反人类的 这个独裁的这个本质 已经暴露得清清楚楚了 而且呢 从八九年开始 东欧已经脱离苏联了啊 九十年代 苏联自己也瓦解了 垮台了 这个时候 你美国总该跟中共啊 切割了啊 总这个 该不要继续跟中共啊 勾勾搭搭的啊 但是美国还是实行绥靖政策 那不仅不跟中共切割 还要给中共输血 给他们呢 最惠国待遇啊 让他们加入世贸啊 这就是典型的 养虎一换啊 害了中国人 也害了全世界 当然也害了美国 现在想起来啊 真是啊 有骂人的冲动 想骂一骂那帮 愚蠢无知的美国政客 如果是杜鲁门 不犯那个错误啊 中共早就被消灭了 如果卡特 他不抛弃台湾啊 继续对中共进行冷战 那苏联垮台的时候 中共也就会跟着垮台了 如果克林顿啊 他不是让中国啊 加入世贸啊 不是让中国这个 无条件的获得 这个最惠国待遇 中共早就垮了 经济垮了 人民早就起义了 中共啊 一定不能长久 好了 现在这个七十多年了啊 美国终于认清中国的 这个中共的真面目了 川普终于认清了 那现在整个美国主流的 这个政界也已经认清了 现在还想亲中的政客 现在都不敢发言了 大家看见美国众议院啊 这个保台湾保证法 是414票对0票通过的 没一个人敢投反对票 所以现在国际上的这个风向啊 已经转了 中共过去这个顺风顺水的 在国际上的这个好日子啊 已经到头了 国民党过去啊 也是上了中共很多次当 在中共只有这个百四来号人的时候 国民党啊 就搞什么联俄容共的政策 结果啊 几年中共就发展到好几万人 而且呢 国民党还让中共啊 加入军队 渗入他们军队 最后中共在军队里面搞叛乱 建立这个武装割据政权 国民党用了八年的时间 才把中共啊 这个围剿住啊 逼到一个陕北的这个山沟里面 眼看着就淡尽粮绝了 结果这时候又跑出来一个超级糊涂虫 糊涂蛋的张学良 搞一场西安事变 把蒋介石啊 逼着蒋介石放中共一条深路 按理说啊 这种城下之盟是不需要遵守的 但是蒋介石不知道 也是那时候犯什么糊涂 那不仅仅呢 他是放了中共一条深路 而且呢 还给中共啊 粮草装备 还让他们呢 有机会发展壮大 结果 抗战胜利之后啊 这个国民党啊 就被中共打得溃不成军 最后逃到台湾 在内战当中啊 几百万的国军 被中共打死了 内战打完了 和平还没有 中共又杀了几十万国民党 留在中共的那些军政人员 所以说这个国民党本来呀 跟共产党啊 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的啊 最恨中共的应当就是国民党 但是哪里想到啊 这几十年之后 全世界最亲共的人 台湾最亲共的 就是国民党 这个世界世道啊 真是还让人不可理解 那我这里呢 不仅仅是指国民党啊 还指从国民党里面呢 分裂出来的那些 所谓的亲民党啊 新党 亲共现在已经成了 国民党的主流 有人天天说 要跟中共搞好关系 有人要赞成一国两制 有人要尊重九二共识 有人说靠中共发大财 说到这里啊 我又有骂人的冲动了 中共自成立到现在 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犯了那么大的 这个滔天大罪 你们这些国民党 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不知道他邪恶本性吗 中共杀了几百万的国民党人 国恨家仇 你们难道都忘了 你们对得起 那些牺牲的主辈父辈吗 两位蒋总统 在败退台湾之后啊 尊尊告诫 大家一定要反共复国 结果你们现在是亲共卖国 你们好意思到慈湖去 拜业宁请吗 你们在两位蒋总统的面前 你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你们不想反共复国 大陆人民也就不指望你们了 你们没那个雄心 没那个本事 大家不要求你们了 但是你们怎么都不该跟中共这么勾兑啊 这么你龙我龙啊 不该跟中共搞什么一家亲啊 你们更不该帮助中共 掏空台湾的产业 不该帮中共削弱台湾的国防啊 你们这个是打着发展台湾经济的旗号 在帮中共控制台湾 你们是打着两岸和平的旗号 让台湾投降中共啊 所以2018年呢 现在这个世界风向逆转了 全球都刮起了反共的风 所以说呢 西方的国家 现在都在防止中共 遏止中共 尤其是第一强国 美国不仅仅是跟中共展开了贸易战 而且还跟中共啊 要搞科技战 要搞外交战 要搞政治战 在加关税的同时啊 也在这个 美国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啊 增加了很多的武力 结交了一些盟友 那随时都要准备 反击中共的这个武装挑衅 现在世界格局 对中共是相当的不利 只有一些台湾的政客 还在逆潮流而动 还要亲共 他们还 而且这些人呢 还要抢着 要竞选台湾的总统 居然这些人呢 在台湾的民意支持度 还挺高的 台湾人到底是中了什么鞋呢 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但是我相信啊 这些台湾这个亲共的政客 他们可能能够骗台湾人于一时 但是不能够长久的欺骗台湾人 我相信呢 今后的这半年一年之内 台湾人一定能够看得清楚 这些人的本来的面目 看得清楚中共的本来面目 那我也相信呢 台湾国民党内啊 一定还有一些头脑清醒的 比如说啊 这个蒋万安 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发表着 一国两制的时候 他就这个冲破了 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界线 支持蔡英文了 支持蔡英文 强烈的反击 他也说啊 这个韩国瑜 认为韩国瑜自大才俗 韩粉难不理性 说实话 我们过去大陆民主派啊 对国民党是相当期待的 对民主 对民进党啊 是没什么期待 民进党想搞独立 想把台湾跟大陆切割了 我们不希望台湾独立 但是呢 可以理解台湾人为什么想独立 因为大陆是中共统治的 而且呢 我们也承认了 这个台湾 人民 他有人民自决权 你认同民主了 就必须得承认 这个人民自决权 台湾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是呢 我们确实不希望台湾独立 我们希望呢 在中国将来出现民主转型的这种契机的时候啊 台湾能够帮助大陆 能够领导大陆 过去呢 我们 我们更期待的是那个曾经主张反共复国的国民党 我们期待国民党啊将来能够重返大陆 能够成为啊真正的中国的国民党 现在呢 很多国民党员啊都已经成了中共的座上宾了啊 有的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同路人 有的是中共的旗子 有的是中共的傀儡 但是只要还有一少部分国民党人 还坚持着那个反共复国的信念 他们就一定会看得见现在的巨大的契机 看见中共啊 行将崩溃 崩溃之后呢 国民党内部的那部分有志之士 一定能够在中国啊 重建国民党 把台湾的民主宪政的经验带回大陆 帮助大陆 所以我现在骂国民党中的这个投共亲共分子 但是真正的国民党人 三民主义的信徒 那绝对是我们大陆民主派的盟友 是大陆民主的领路人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呢 是大陆民运联络和协调的这么一个平台 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 来共同的协作啊 来推翻中共 推进民主 我们这里呢 向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安全的通讯软件 Telegram 中文叫电报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呢 有一个电报频道 还有好几个电报群组 我在这个视频下面的这个简介栏目里面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电报和频道和这个群组的链接发在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参加我们的群组 大家一起来共商大计 一起来准备行动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